這是長青胎以後 裸又去吃了一遍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有軌跡的 可是裸也吃不乾淨 媽咧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雨 歡迎來到水族間 這禮拜的話 我們有一件事要幹 我們的熬蝦缸 髒掉了 髒髒的 還有很多青胎 你知道 這是長青胎以後 裸又去吃了一遍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有軌跡的 可是裸也吃不乾淨 媽咧 這青菜長得亂七八糟 很難看 下一集的水族時間 有一件大事要跟各位說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開清 我吃魚缸的話 我不會用牙刷去刷 因為牙刷其實對魚缸的玻璃 非常不好 所以我選用這個海綿 魚缸的過濾綿 這樣 那很容易取得 那一大包才可能幾十塊而已 這樣 我會把它夾在夾子上面 然後稍微捆起來 那如果覺得怕會掉的話 我會再綁 橡皮筋 應該我們先把我們上蓋拿起來 清淺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很好清的 那個鎖鏈是下的 然後白幽靈 一個蓄勢待發的感覺 你看 這樣就很容易就乾淨了 好 那我稍微把石頭移一下 趕快嚇歪了 沒事沒事 清淺魚缸 然後你知道水啊就是 就是會蒸發 那蒸發的部分其實會容易長霉菌 然後這時候可能就是 上面也要刷一下 其實清理這個很簡單 一點都不麻煩 別怕別怕 他們真的要被我嚇歪了 給各位看一下我們剛剛 清完後變怎麼樣 你們看 玻璃基本上都乾淨了 上面可能還有一點白白的 然後有人可能問了說 黑羽不把好香移出來嗎 因為現在是冬天 我不建議 反正他們也還好啦 他們很耐喵的 我先把主要容易照到光 我兩顆石頭拿起來 你看 芭比可以學 我不要 以後你就可以幫我刷 你看很髒 我幫你刷 你一個整齒 會給我1.58以上的 可以喔 好 那我可以幫你 真的好髒喔 我為什麼這個顏色 喔 石頭粉分的顏色 怎麼了 死媽奶 OMG 等一下趕快放它回去 這一塊 上面都綠的 一刷 極掉 哇 哇你看 你現在把它放回去 不會啊 一下子還好 這個角螺角螺 我完全沒發現它在上面 你叫小螺好像是什麼公司看 那個角螺角螺 小螺你幹嘛啦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兩塊放回去吧 我們也可以稍微換個位子啦 換一下位子也蠻酷的 把燈放上 蓋子蓋上 然後海綿之類的就不用我教各位啦 就是要把它換掉 保持它的顧濾器的整結 把蓋子再放上 OK 完美 雖然它們嚇爆了 但是還行還行 好啦那接下來 就等我們水清 然後再把海綿換掉 然後你們可以看 現在它在水清以後的反應會如何 鮮星 鮮星 蝮星 螺 大廈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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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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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